這兩天我就要把簡報做好 這樣不如這個呢 這樣吧 吃了 吃了 好吃嗎 好吃 爸 你吃飽了沒有 我剛剛和同事吃了 你媽媽煲了湯 吃飽了沒有 是我爸經常掛在嘴邊的話 也是他對我說過最多的一句話 爸 吃飽了沒有 我這麼肥 不管什麼事 他只會關心我 吃飽了嗎 好痛 發生什麼事 媽媽 我的手指 看看 你 那麼不小心 還痛嗎 一定會痛 吃了沒有 她媽媽一流湯給你 就算我受傷的是手 我 她還是那句 放工回來當然是先吃飯 弄什麼指甲 你好 你好 吃飽了嗎 怎麼了 沒有 我下午有個簡報 從家裡帶來便當 爭取一下時間 你父母還幫你準備便當 好痛 是我媽 她比較會做飯 我媽也是 有時在家搞文件到半夜 還幫我一熱好湯 而且我媽煲的湯 是最好喝的 有時一碗不夠 媽媽為我設想周到的關愛 敞進心裡都是暖暖的滋味 你看阿爸出門的時候忘記帶雨傘 阿爸給你的 他怕你忘記帶 爸爸 對呀 這股湯也是他包的 你最近趕撿爆嗎 平時的湯都是他包的 直到那天 卻恍然我未曾察覺到的 都是那些不動聲色的用心 趕緊要小心一點 父母關心的 不是我們是否緊密意識 而是我們吃得健不健康 如同我們對父母的關心一樣 你我去上班啦 拜拜 拜拜 爸 吃飽了嗎 吃飽了嗎 今天這麼早下班呢 他請半天假回來 幫忙準備雙親節晚餐 進來吃飯啦 吃飯啦 爸 關心不僅僅是簡單的一句話 更多的是生活中所流露的小細節 財情 財典 innovative 工藝 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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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